美国联邦参议院表决通过了一项短期的拨款法案 结束了为期三天的政府关门 有关国会方面的最新情况 下面我们立刻联系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带我们掌握 一华 好的 美国联邦政府关门呢 今天是第三天 也同时正式进入了一般工作日 那么这个就像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这个美国国会议员的办公室的大楼里头 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的这个走廊上呢 用空荡荡的来形容 因为呢这个属于美国联邦政府一部分的美国国会 目前也处在一个部分关闭的这个状态之下 那么就像刚刚新闻稍早所提到的 今天上午呢 参议院已经在全体院会上 以81票对11票的表决通过了一项短期拨款法案 使得政府能够这个在明天星期二 正式的重新开始运作 同时运作到2月8号 那么目前这项法案呢 正在等待众议院方面来进行全体院会表决 那么众议院方面我们知道 这共和党呢占有这个比较大规模的这个多数的优势 因此呢这个共和党方面有信心 能够在众议院也顺利获得通过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也曾经谈到 他只要是参议院方面所通过的法案 众议院方面都会排除万难的来通过 那么这项法案呢在参众两院都获得通过之后 将会送交到白宫由总统川普来签署 签字正式的生效 那么这项法案的内容除了刚刚所提到的 能够让政府重新开始运作之外呢 还将为900万的弱势儿童提供医疗保险的补助 并且允许国会在未来三个星期的时间 就一系列的重要的议题来进行讨论 那么这些议题呢除了包括这个移民改革的问题之外 还包括了军事开支以及边境安全 不过我们知道呢这一次导致政府关门的最主要的关键 就是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在于这个移民改革的 这个立场上分歧相当的大 那么今天上午呢在参议院全体院会上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是在他的院会发言上面谈到 他接下来呢将会将重点 未来三周的重点将会放在民主党积极想要推动的 非法移民的改革方面 我们来听听麦康奈尔今天在院会发言时怎么说 移民改革的辩论将为有关各方提供公平且平等的机会 大家也都有机会能够提出修正案 我希望参议院所审议的法案最终能被签署成为法律 一个由两党参众两院组成的会议正在进行谈判中 我们期待他们提出的结果 那么参议院少数党的领袖舒默呢 则在院会上发言回应了麦康奈尔的呼应 那么他也谈到说这个麦康奈尔所提出来的这个请求呢 已经能够对他来说 还有这个所做出来的承诺能够被民主党所接受 因此呢他也这个支持了这一项由共和党所提出来的短期拨款法案 那么接下来未来三个星期呢 民主党方面则会积极的推动和共和党来共同这个展开 移民改革的有关的讨论 那么舒默谈到的是说 这个民主党方面积极争取的就是一个公开公正平等的机会 能够提供辩论 我们来继续来听听舒默参议员以及这个参议院的少数党党编 德斌怎么说 在经过多回讨论 你来我往的谈判 共和党领袖和我终于取得了共识 我们将在今天表决重新开启政府 并就一系列协议持续进行协商 我们承诺如果双方无法在2月8号开支法案期限到来前达成移民改革的协议 参议院将立刻直接考虑处理DACA移民问题的法案 这过程将会是中立且公平的 我们希望由两党所支持的DACA移民法案 经过大家谨慎考量并在全参议院进行表决 五年来第一次我们将参议院院会上就梦想生移民改革法案举行辩论 关注今天进展的梦想生们 你们不要放弃 我知道你们的人生取决于我们国会和白宫之间如何取得平衡 三个星期后 我希望能与你们一起庆祝有关法案的通过 这项法案将会让美国更加强大 也会为你们提供一个机会 让你们成为我们未来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呢 我们所掌握到的情况呢 今天上午呢 在这个全体用会开会之前呢 民主党人是召开了一个长达90分钟的会议 讨论了就是要是否要接受共和党人 以及麦康奈尔所提出来的这个要求 那么最后呢 这个在这个书莫的这个说服之下呢 民主党的议员大多都是同意了 那么接下来呢 书莫也表示呢 他将这个极力的推动这个有关DACA的这个梦想生的问题 以及这个非法移民的改革的这个问题 都会接下来是国会的焦点 除此之外呢 书莫今天也表示 他在星期五和总统川普进行会谈之后 结果至目前为止 都没有和总统川普有过任何的接触 那么这项法案呢 已经是第四次国会的这个短期拨款法案 来延续政府的运作 与此同时呢 这个DACA这个梦想生的问题的这个处理呢 最终的期限则是在3月5号 那么有关情况 我们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 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屏章 好的 谢谢一华在国会的连线报道